电影门锁上映第三天 票房已经达到了1.2亿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可奇怪的是 豆瓣上的评分却是直线下跌 网友说这样的评分 这样的票房 有点不匹配 出现了这么大的反差 是哪里的问题呢 不得不称赞 门锁这部影片有着非常大的现实意义 作品聚焦独居女性群体 这样的题材 非常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也很容易制造社会话题 前半部分 门锁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开头设计引人入胜 营造了一种紧张而又刺激的氛围 让人不自觉地融入进去 跟随着剧情步步深入 让人心惊肉跳 可是没能想到 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的风格完全不同 就好像是超脱现实一样 杀手枪战 多种元素融合在一起 却让人觉得有些杂乱无章 对于外界所给的这些低分 门锁的导演表示 他觉得这部剧应该用更多的时长来展现 剧情中有很多的矛盾设计和冲突 在短短的105分钟中 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地展现在大家面前 或许正是由于这一部分剧情的缺失 才让观众心理上有不适应之感吧 这部剧目前口碑呈直线跌落状态 但范城城却成了影片最大的赢家 而且还得到了央视的点评 范城城整体的表现要比想象的成熟许多 他这次的形象让大众感觉到非常的意外 作为流量明星出身的他 一如既往的帅气潇洒 大多都是阳光开朗类型 但这次他所演绎的是保安小吴这一角色 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杀意和阴狠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范城城 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呈现出这样的剧情 对于范城城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导演称赞不已 他说之所以选择范城城来演这个角色 就是因为他感觉两个人有着非常高的契合度 范城城虽然是偶像演员出身 但是他身上却有一种皮帅的气质 在门锁中 他的戏份不是特别多 他的动作也不是很多 完完全全依靠着自己的眼神来展现情感 他对于这一个角色的把控 实在是太到位了 为了能够将这个角色演绎好 也为了能够让剧情更加的真实 范城城克服了自身的困难 本来就有恐高症的他 主动要求导演用绳子勒自己的脖子 将自己吊起来 要注意 这个剧情片段可不是特效 范城城脸上都是红点 眼睛严重冲血 整个人濒临窒息 本可以让替身演员替他完成 但他却决心亲自上阵 这一是他的优秀与出彩 范城城作为流量明星 她的人气和影响力都是巨大的 但是对于电影来说 粉丝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作品的票房 但是话题和流量还是依靠剧情和演员自身 范城城尤为敬业 大家通过这部剧看到了他演技上的进步 众人称赞 范城城凭借着门锁这部影片迎来了自己的演技大爆发 他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成就 也是由于他的认真与谨慎 虽然并非科班演员出身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流量明星 只是空有好皮囊 没有真本事 但实力在这摆着 又有谁能说别的吗 范城城也知晓自己在演技方面略有缺陷 她一直在弥补自己的不足 她每拍摄一部作品完结过后 总会和导演交流 总会认真揣摩自己的演技 她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里 才能够更好的弥补 前段时间范城城还参演了致命愿望 也是一个配角 也是给别人做绿叶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她从来不会局限于角色的大小 对她来说 每一个角色都是一种磨练 她演绎的角色跨度也很大 这是因为她从不愿躺在自己的舒适区中 更不想被困住戏路 如今官方对娱乐圈加以整改 若想再一味地寻求舒适 想要短时间内随随便便参加综艺捞钱 这几乎已经不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了 在这大背景下 多数流量明星都在寻求转型 靠脸吃饭始终不是长远之事 范城城出道起点极高 就好像是含着金钥匙出声一样 但她从没有摆过高架子 作为演艺圈的新生力量 范城城一直在努力 努力的她必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 她也为圈内的其他流量明星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奋斗母版 这样的她 值得更多人的称赞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快来关注易修说语